哈喽大家好我是益胜 欢迎收看益胜高利贷 带您探索台股中的高股利 我们这个单元主要是希望 透过介绍一些在 股利连续配发年数 以及呢股利分配率上 那么常年都有维持在一定水准的公司 这些公司呢虽然在短线操作上 没有像电子股一样那么的刺激 但是呢他们在长线的经营上 都是呢常年有在照顾股东的 一些企业并且啊 普遍在经营效率以及呢 获利品质的表现上也都会相对的不错的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公司 也都算是呢龙头股 那第一间呢是国内的面粉龙头厂 1229的联华 那在另外一间呢则是台湾的零嘴龙头 也是呢被市场认为啊 每年一次的普渡概念股 就是1231的联华石 好今天的节目呢内容即将开始 那希望呢各位不要忘了 您的留言以及分享啊 是给我们最大的支持 那现在呢就让我们来先看到 1229联华背后的联华神通集团相关的介绍 首先呢国内的这个面粉大厂啊 1229联华 它是属于联华神通集团 那这个联华神通大家可能比较不熟悉 但是呢它早在1945年的时候就已经成立了 等于是见证了台湾这60多年来的一个变迁以及发展 那它旗下呢所涉足的事业也相当的广泛 并且呢也遍布了世界各地 像是呢有提供电子产品制造服务的单706的神达投控 还有呢负责半导体通路业务的2347的联墙 以石油化学品起家的1313的联层化科 那另外呢贩卖强固型工业电脑的3005的神机科技 以及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新巨师科技 这一间新巨师科技主要是做一些IT产品的组装 美股的代号是SNX 同时呢也是台湾企业子公司中第一间在美国挂牌上市的公司 当然啦联华神通集团旗下还有我们今天的一个主角 就是面粉大厂1229的联华 联华这一间公司啊虽然说是国内的面粉大厂 但是联华本身的营运并不是只有着重在面粉本身 我们可以看到联华他在2021年的营收组成 大家所熟知的这个面粉事业大约占他营收啊4成左右 剩下的呢还有系统整合大约35% 这部分呢是由神通资讯所贡献的 接下来呢则是占营收大约15%的行政资源中心 这一部分啊是由他的神通电脑负责 最后还有租赁事业 贡献了联华去年总营收的4% 讲到这里我们也可以带出联华的转投资的一个事业 虽来面粉占了联华大约4成的营收 但是联华主要的获利来源并不是面粉 而是他转投资事业的部分 那联华本身呢他有转投资连程化学 联华气体以及呢我们刚刚有提到的 神通资讯和神通电脑 当然还有其他的转投资的事业 那我们这边呢就先举例 联华持股比较高的几家转投资的公司 那也正是因为这一些转投资事业啊 加一加大约就贡献了联华8成以上的获利 其中呢这个旗下的联华气体 更是贡献了联华过半的获利 所以呢各位你要记得 国内的面粉大厂联华 他主要的获利来源不是面粉 而是他转投资的联华气体 那像联华呢这一种在获利主要是 来自于其他转投资事业的情况下 想要评估联华这间公司 未来的获利表现 就会变得相当的不容易 但是呢也正是因为这样一间 事业版图繁杂的面粉大厂 同时呢也是一间配息稳定的公司 长年的子利率都是落在3%到5%附近 那我们来看到联华这几年的 鼓励配发的一个情况 联华呢他有连续37年 发放鼓励的记录 另外联华在2021年开始呢 变为季配息 那正是因为联华 他长年的稳定配息 以及呢他变更为季配息 这两大原因啦 让很多股民都选择联华 为主要的考虑对象 但是呢你想要存联华 我认为呢有几点是你需要注意的 待会呢我们再跟大家来提到 那就联华的部分啊 市场预估啊 2022年的EPS为3.12元 那我们假设呢 鼓励配发率是近三年的平均 大约71%来看的话 2023年会配发2.22元的现金鼓励 那我们如果用股价55元来当作参考 联华的现金殖利率大约呢 是落在4%附近 算是呢跟我们刚刚所说的 他长年现金殖利率都落在3%到5%相去不远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到另外一家公司 就是7231的联华石 我们现在录制的节目的时间点啊 差不多是在7月中左右 那也就是说呢再过一个月 家家户户呢就要开始啊 中原普渡 我想工作商也少不了一些零食 那这也是呢小孩子最喜欢的部分 像是啊大家小时候的寄养 原本山的海苔 万岁牌的坚果以及饼干类的可乐果啊 卡迪纳等等 其实他们都是出自于同一家公司 就是1231的联华石 所以呢才会有人说联华石啊 就是这个普渡概念股 那也正是因为呢联华石在休闲零食上的发展成功啊 让联华石有着连续30年配发股利的记录 那他的配发率呢我看长期下来平均差不多落在50%左右 不过呢这几年的联华石在鼓励政策上是采取现金鼓励再加上股票鼓励的政策 那这部分呢会介意的观众朋友啊自己呢可能就要多加的来留意 那重点来了 联华石虽然呢靠着零食啊饼干等产品在国内有着自己的一片天地啊 但是呢观众朋友你要知道 台湾接下来啊开始进入是一个老龄化的社会 那也就是说呢喜欢吃饼干零食的年轻人将会越来越少 那这对联华石来说呢就不是什么好消息了 那所以呢我认为想要存联华石的观众朋友 或者你现在手上有联华石的人 未来你可能要专注的有两个重点 第一点呢就是联华石有没有跨入零食饼干以外的市场 那这一部分呢目前联华石是有的 像是呢联华石他推出的盒卡厨房 就是用来跨入青食系列 那他也推出了这个凯奇翠这个品牌来跨入保健品的一个市场 那再来第二个重点就是联华石的休闲饼干系列品牌 可不可以外销国际市场呢 哇那这部分呢根据联华石的一个休闲事业部的总经理 江志强先生表示啊 他外销休闲食品是下一个20年的一个基石 那目前呢联华石投资超过43亿元 新建的观音厂扩增现有大概两倍的产能 他瞄准的就是欧美还有日韩等等成熟的市场 那我们投资人要做的就是联华石他持续的追踪 他在其他食品市场以及外销比例有没有持续的提高 这样呢可能各位在存股的时候也会存的比较安心 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联华石最近这五年鼓励配发的记录 你会发现他的EPS在2020年以及2021年都有明显的提升 那这主要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让大家都超前部署一些饼干零食啊 所以呢我认为联华石今年2022年EPS各位呢就保守看待就好 那我们直接呢来假设联华石在2022年的EPS 跟去年2021年一样是4.03元 并且呢以他这三年平均的盈余配发率68%为基础 我们预期啊这样算下来2023年联华石会配发2.74元 那在股价为80元的假设下 他的殖利率可以来到3.4%左右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来整理一下今天的重点 首先呢这个联华是国内的面粉大厂 但是联华的主要获利来源 是他旗下的转投资事业联华气体 联华气体贡献联华超过一半以上的获利 第二点则是联华石是国内的休闲零食的龙头 也是一般市场认为的普渡概念股 那未来的营运重点会是在休闲零食 有没有外销全球 以及呢联华石在休闲零食市场以外的市场 是不是呢也能够有所表现 好以上呢就是今天的全部的节目内容 感谢各位的收看 下次让益胜再继续带你一起探索台股的高利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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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